那尤其是美国也很担心 比如说半导体协会 他说尽管美国有国安疑虑 但是美国半导体 还是要进入大陆市场 还说业界需要拜登政府 要有明确的规则 执行长纽佛就说 大陆就是我们最大市场 我们一定要参与 而且来看到 可能你确保国安的时候 会造成什么样的 业界的商业冲击 我们也想知道 然后他的副总裁 他也说 其实你讲了什么国安疑虑 你要定义清楚透明 而且要能预测 我们怎么有点像坐云霄飞车 因为不知道未来六个月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真的会为业界 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跟挑战 南华早报就说了 疫情期间爆发了 汽车的晶片荒 但是截至2020年年底 光是广东选 就有8900家 汽车晶片制造商的立案了 大陆已经组建一支 成熟制成的晶片的强大军队 然后这些情报网也说 中国大陆今年 汽车晶片会达到172亿的美元 比2018年成长了近50%左右 所以美国制裁 让这些什么生产手机 这些高阶晶片 不能够发展在中国大陆 但是成熟制成 还有靠着电动车 让中国大陆蓬勃发展 美国人 选出来的政客 基本上对科技不太懂的 大部分都是科技界的白钉 跟台湾那些民意代表 是不相上下 是更差 我跟大家解释一个状况 这个晶片市场 有分了好几种状况 它基本上不是说 我奈米数越高的就是越好 它基本上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手机 因为它的装载的空间很小 薄薄的 越薄越好 越小越好 有很多女士们手机 喜欢放在很简单的小口袋里面 所以他们需要很小 轻薄 对 那这种轻薄短小 又慢慢功能强大 它就想办法把所有的电路 电晶体 尽量的萎萎萎 到了什么三奈米 两奈米这种阶段的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地方 这些高端的 这些所谓的半导体 是不适用的 为什么 因为你当同样的功能 再想一想 同样的运算 比如同样的一亿次的运算 缩小在这小面积里面 它所造成的散热问题 就会越严重 散热问题越严重 就越容易损坏 越不容易修复 所以你看到手机修复 都坏了一个换新的 或者去给厂商 换了更多钱 基本上是这样子 因为它越小 就越没办法修复 但是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手机 通常不会拿到太阳底下晒 也不会拿到雨里面去淋 可是不要急 你汽车可以不让雨淋吗 不让太阳晒吗 那不行 不可能的 所以汽车的晶片 就注定要能够散热 同样一亿次的运算 它的散热功能 必须比较大 那散热是什么 就是面积要大一点 才能够有好的散热的效率 那这样的散热的效率 所以它28奈米就已经 很好用了 128奈米 到了14奈米 散热都本身是一个问题 那这些14奈米以上的成熟制程 对于汽车的晶片来讲 它可以说是什么 就是够了 对不对 对 你反而小的我有散热问题 万一坏的我还在那边找个老半天 我总不能说汽车坏了不休 然后送到厂里面换一部新的吧 这市场模式不对 跟手机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 不管内销外销 大幅度的成长 就带动了汽车相关的晶片的发展 那一部汽车所用的晶片的数字 至少是一部手机的 好几百倍那种数量 对 因为现在汽车越讲求智能化 要控制的东西就越多了 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华为 使得变成车联网 什么车联网 就是我们今天讲物联网 车联网就是 汽车上所有的零组件 都能够透过晶片的控制 联系 产生像合唱团的效果 你吹小喇叭的 我吹大喇叭的 我弹琴的 都能够产生很协调的控制能耐 这样子一个数量的半导体的量 我们只看到很庞大的商机 但是美国半导体协会 当然知道 你制造这个就有设备 那你又不设备给它 那制造28奈米以上的设备 平常讲不是很难 中国大陆可以慢慢自己做 所以它就会培养出 自己的庞大的设备厂商 培养自己的半导体厂商 那Sikoran你卖不卖 那这里面有个自信心的问题 很好笑 请问一下 中国大陆买很多Apple的 我看没有一亿也有五千万人吧 大陆有没有觉得这是国安问题啊 没有 有没有觉得你Apple手机 你美国会窃听啊 当然美国会窃听啊 可是大陆有没有在乎你窃听 无所谓啊 对不对 好 再来 大陆跟你买美国的晶片 怕不怕你美国 搞些什么窃听的 什么收集书讯 装什么东西进去 当然 他不在乎啊 为什么 我对自己有自信心啊 问题是美国 就是没有自信心 所以今天怀疑 哎呦 华为手机有问题 明天怀疑抖音有问题 大后天怀疑 港口的起重机有问题 哎呀 干脆怀疑啊 许多美国女生爱穿的 中国大陆生产的 那些时尚的衣服 有问题比他实际啦 对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 那种自信心一丧失的话 整天就是疑东疑西 这个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一个国家 而且是个很病态的国家 他到底是呢 真的是疑心病很重呢 还是怎么样 什么事情都说有国安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领域 中国大陆崛起了 华为崛起了 打压到你5G了 所以要打压 然后中国大陆 这些不能够让它发展起来 因为担心 中国大陆一介入了这个晶片了 公克14奈米 7奈米这样往下的时候 你们美国就没有优势了吗 会不会也会担心这样 所以现在先给你卡住 好但是来看到 这个所谓中国竞争法案里面提到了 中国大陆在窃取 美国在人工智能 AI的这一块的能力吗 其实中国大陆的AI能力 现在越来越强了 尤其是Tesla 现在就被讲说一下降价一下又涨价 它之前是不断的用低价 想要刺激 对抗中国大陆新兴电动车的车厂 但是在美国降价6次 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有降价 但是现在又涨了回来 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市场 现在也是上调了 那为什么它要上调呢 它又引发大家讨论 那尤其是来看到 Tesla你凭什么赚那么多钱呢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季的营收 上汽集团它的营收是 1459.6亿人民币 然后利润大概是27.83亿 然后Tesla是1597.48亿人民币 这是营收 那利润是171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然后比亚迪是第一季营收 12001.71亿人民币 然后利润大概是41.3 所以Tesla真的是利润 非常非常的高 那再来看到Tesla 它的底气在哪里呢 根据Guidehouse Insights 这个相关的调查 全球的自动驾驶的排行 其实Tesla垫底在这边 它的分数只有28分 第三名是什么呢 百度82分 其实是蛮高的 特斯拉当然有它的品牌价值 因为他们老板马斯克很会宣传 动不动就是在全世界的媒体上面炫耀它 大家想到马斯克就想到特斯拉 想到特斯拉想到马斯克 所以它的品牌价值 在它这种不断的塑造 而且是免费广告免费宣传 底下真的是它的品牌 已经形成为一代的品牌价值 而且是最经典的案例 第二个 特斯拉的这个所谓的智慧价值 或者智慧功能 有没有其他好 当然比其他像百度那都会差很多 但问题是百度不是汽车公司 这一点是有点的麻烦 所以很多人买特斯拉是一种 有一种名牌的 这种炫耀性的效果 它不一定有很实质的能量 可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再加上它的一些视觉设计 真的还是有一套 但是最近比亚迪在赶 比亚迪好像找了很多欧洲的设计师来设计 欧望U8很厉害 对 听说设计得非常好 对 咱们中国就是要找这些有经验的欧洲的设计师来带我们中国年轻一代 那种设计感要出来 因为有些就是跟那个画画一样 就是真的有些有点天才 不是说我每天很努力 就可以设计出那种美感了 那个真的要从小一代一代的培养 那现在比亚迪已经开始了这种做法了 不像早期出来的电动车都那种土土了 现在有流行感 对 开始有流行感 这是很好的发展 但特斯拉为什么要降价又要涨价呢 它面对两难 第一个就是说它降价 然后降价是什么 抢市场 现在跟比亚迪跟其他中国的其他厂家的抢市场 可是降价的问题来自哪里 利润就缩小 利润缩小了以后股价就下跌 它前段时间股价不跌了吗 所以它变成两难 所以它为了抢市场让股价跌 股东会抱怨 所以它现在倒过来 涨价 那这个利益会往上升 那股价也就往上扬了 所以对股东有所交代 所以它是个很标准 我经常开玩笑 事业投机客 一方面要抢市场 一方面讨好股东 因为股东也是那个市场 注意到特斯拉 它自己占的股份比例并不高 它大部分的是很多那个什么 投资机构占的比重是很大 所以它两边讨好 其实也是对的 所以它的涨价幅度也好 不是因为它赚不赚钱 也不是因为它的市场上 它会考虑到股东的反应 但是您怎么看 现在比亚迪现在也被说了 越来越有挑战Tesla的 这样的感觉 您怎么看 没有错 其实不只是比亚迪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真正的电动车的一个 关键性的挑战 一个转折点还没有到 就是说现在比亚迪跟特斯拉 都往那个 那个终点再冲过去 像那个什么 赛车 像赛车的那种 长途赛车的那种竞争一样 终点还没到 为什么终点还没到 就是说 大家市场到一定程度 什么时候 他们两款车子 都能够搬上F1的赛车 这才是关键 为什么 反正另外一种车子 能够进入F1的赛车的时候 就表示他的车的性能 已经在同业里面 已经得到了什么 桂冠 已经得到桂冠 那现在特斯拉 还没到达那个终点站 然后这个比亚迪还没到达 但我相信 应该快了 因为要到达那个东西 时速通常要超过200公里以上 而且耐力要很够的 而且还很耐得起碰撞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们自己都心里有数 扩大市场是第一步 因为扩大市场 才能够保持生产跟利润 有的生产跟利润 跟股价撑着的话 他不断地开发新的车种 车种当开发到 可以参加F1赛车的时候 那就表示说 他各部分的机能都很强的 注意到我们不是说 车子是专门要设计 去做F1赛车的 不是 而是说当你进入F1赛车的时候 你的车子的结构的设计 就已经到了很高档的地步了 基本上就是说 你到底的制造能力 你的设计能力 能不能制造出F1赛车的水准 不是叫你花钱 去买F1赛车的车种 不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而且是大部分的车厂 都有这样的雄心勃勃 比亚迪弯道超车的几率是很高的 比亚迪弯道超车的几率是很高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注决了 因为刚刚蔡博士说了 到了F1赛车这个等级 就真的是摘下了贵怪 中国大陆有科研能力 也有这个市场 而且它现在卖的 在很多中产的这些开发中国家 中产阶级慢慢上来了 所以它也有这个底会越来越后 Tesla就继续涨价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也买不起 好美国在它的最擅长的高科技这个领域 不断打压中国大陆 但是大陆其实会怎么样 很有韧性的 尤其是会不断的 可能是弯道超车 有可能也是换道超车 我们先来看到中国大陆一些科研能力 在全世界的这个专利授权比 来看到2021年全球的专利授权量 大陆占了全世界38% 美国是18% 那在哪些领域呢 大陆是蛮厉害的 比如说计算机的技术 电机的技术 还有数字通信的能力 好 韩联社最新有一个调查 说在五大星星的产业当中 有三个领域呢 大陆都第一名 第一个是新一代的半导体 新一代的显示器 二次电池 这些大陆对外的出口 都是占比最高的 尤其来看到是 还有包括了像是生物保健 电动车 这些大陆大概都是第二名左右 好 中国大陆在新的新兴产业 现在是有点怎样 换道超车了 日经亚洲也说 中国大陆跟华为 都不会因为你美国压力而退缩 特别提到华为的这一块 华为啊 现在因为你美国打压 但是呢 他也替啊 这些供应商啊 这些重新设计产品 然后避开美国的 相关的一些问题 好 那也推出了自动驾驶啦 云计算这些能力 现在美国又打压 他的华为云计算了 然后2022年 企业部门的销售收入 增长30% 然后呢 整体的销售是真的 0.9% 研发费用又很高 尽管利润有下滑 但是研发费用是增加 来到了13.2% 在人工智能 云计算跟自动驾驶 都是有领先的地位 你看着他的数字 就是令人觉得心疼 他的企业部门的销售 增加30% 但整体是0.9% 几乎没有成长 为什么 他消费部门 不好 被美国打压 以后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 那这个困境 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的精神 就是一种奋战不懈 所以他对于华为来讲 考验已经通过了 但是呢 还没有走到一个 很平顺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们只能在心里面 给华为鼓励跟加油 那这个方便的话 多买一点华为的产品 给他多一点 台湾比较困难 台湾因为各种原因 换政党以后会比较方便 重点的换政党 不在买不买的问题 换政党就很容易 结果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 其实刚才讲 那几个产业里面去 他是讲出口的部分 因为全世界这些出口量 都不是特别的大 那中国我们 这个大家不要以此而致满 好像我们这三个行业 因为全的出口 我目前都不大 不是说这个领域都不大 比如新一代半导体 现在全世界出口量 生产量是有 出口量还不多 就矽精半导体 当然我现在不是化学教学 什么矽架什么一大堆的 但是新的元素 所做出来的下一代的半导体 日本也是胡适丹丹 因为日本在矽精半导体 这个产品上已经被打挂了 所以他们也想要找新的材料 那他日本就觉得 我在新材料上面 我好像有优势 然后花了好多钱 准备去搞新的这种 下一代半导体 那大陆上也有在做这一块 那初步也做得蛮成功的 但是竞争还没开始 所以大家要努力 那电池就更不用讲了 电池这个大陆说已经是千军万马 其实电动车也是 那只是电动车在出口市场上面 还不如特斯拉 我现在讲的就是 自己的制造数量很够 自己买的也很够 但是出口到欧洲跟美国的话 还是不能像特斯拉出口的数量那么大 特斯拉主要是出口 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很多 去国内蛮多 很宏厂 要在出口上面去抢市场 对 重点是要出口 抢市场 不然的话 不止三大新兴产业 所以我们不要以此致满 但是韩国他也是用这个 来批评他们自己 他们是真的 本来是领先的 电池本来韩国人很强 很强 那结果什么 输了 输了 对不对 日本以前电池很强 以前讲 他那电池一定是Panasonic 对不对 现在都被打挂了 所以白尺甘头 不努力就没办法更进一步 要继续这个教训 那现在中国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足够的理工人才 我们有很好的理工的大专院校 那这个好好培养 应该再隔几年 新生代起来 就可以把对方的新生代比下去 我很有信心 因为中国大陆 这个教育能力 大家都非常认真 而且苦干实干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 好那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的底气是怎么样 你不断打压 但是没跟你 这个屈服的 尤其来看到 华为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呢 美国你打压人家的太空 结果现在中国大陆太空能力 也起来了 展现出跟华为一样的韧性 这篇文章都是日经亚洲写的 他也说到 那你外交打压他 但是呢 中国大陆最近跟所罗门群岛 签署了新的安全协议 也深化跟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 跟沙特伊朗这些和解这些东西 外交的领域 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 还更加的突围了 那尤其来看到是说 现在美国不断的打压中国大陆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打压华为的5G这些问题 然后但是呢 华为现在 手机呢 现在也是说 真的有点起死回生的味道 苹果呢 靠着中国市场涨到了 占比将近20 19.9% 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第一名的 然后呢 第二名 你看还有包括OPPO这些 其实也都是紧追在后 但重点是华为的销量 同比增加41% 他还没有办法排上去 因为他真的被打压太惨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2023年第一季度 华为的销售量 同比增加了41% 另外再来看到 如果你去比两年的话 2022年跟2023年 2023年其实是成长的 百分之9.2% 他的手机的这一块 我想问委员怎么看 手机的这一块 然后还有那个华为也推出了 鸿蒙3.0 现在超过3.3亿的人 来进行下载 华为我一直都非常的钦佩 第一个 他手机被打 美国的其实 不知道讲什么国家安全 骗人 他目的就是不让华为 威胁到苹果手机 他就是个目的而已 所以保护苹果手机 找国家安全理由打压华为 最后华为拿不到晶片 台积电也不准帮华为代工 最后华为是怎么样 只好把手机的业务怎么样 大幅萎缩 而且踩了很多的人 这真的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经验 他现在他重新再来 那这个重新再来 这个已经开始有点的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成绩 但是距离上一次的那个大规模的话 还很遥远 那至于他的鸿蒙系统 鸿蒙系统有很多很多的优势 特别是最近俄罗斯不是被这个美国 欧洲制裁的很厉害吗 以前俄罗斯人不太用中国的手机 不太用中国的什么鸿蒙系统 那现在闷的头也开始用了 对这个华为有个好处 就是告诉全世界 凡是不想被美国制裁的 请用鸿蒙 这是个道理 因为你手机不是iOS 就是什么 Android 那Android iOS通通是什么 美国系统 美国控制得住 所以以后 这个鸿蒙就可以打一个 跟黄金一样 不怕美国制裁 不怕美国制裁 这个吸引力 看起来也会有吸引很多 发展中国家 对啊 对比什么沙奥地阿拉伯 伊朗 很多国家现在也开始用 北斗卫星了 尤其是什么 伊朗最近就说我要用北斗 跟俄罗斯一样 如果委员又给了一个建议 good idea 说什么 如果你怕美国监听 怕美国做些有的没有的事情 就可以用用看 鸿蒙 鸿蒙不会被美国监听 你放心 对这就是另外一个good idea 好那另外再来看到 说到手机这个业务 小米现在也算是蛮强的 但小米呢 布局印度也很多年 但结果现在怎么样呢 印度被说 你是怎样 公然抢劫吗 印度现在 针对法院驳回了小米 6.8亿美元的资产 结果现在呢 通通都被扣押申请 所以呢小米就说 你该不会就做白宫了吧 6.8亿美元这样就没了 这跟印度做生意 是不是要特别小心 印度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 很特殊的国家 那这个小米基本上是重计 其实不只跟印度做生意是如此 跟美国做生意也是如此 美国动不动法院 就随便跟你猜一下说 要你赔多少钱 或者美国的行政部门 也这么干 台湾的友达就被罚多少 6亿美金 6亿美金 所以这个小米6.8亿 小米还承担得起 友达就是6亿美金被罚了以后 就啪哒 以前友达号称全世界最大的面板厂 那现在不是 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打工仔 好可怜 所以对于印度的法院 大概效法美国的法院 美国这样干 我都跟着这样干 扣了它6.8亿 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 所以中国的要到印度去 这方面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印度不是朋友 也不是敌人 但是印度有很多拦路湖 如果这个路是我开 这个路过不给买路前 经常会拦路抢劫 基本上印度的法院 这个裁定就是这个样子 拦路抢劫 所以真的要特别注意了 那尤其来看到 美国打压中国大陆的华为 或者手机这个业务 就是刚刚委员说 什么国家安全 就是担心 苹果的手机的业务受到影响 怕怎么样 第一名的宝座被抢走吗 那尤其来看到 说打压华为的这一块 真的是 弄用它的所有关系吗 最近来看到 在2021年7月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穆西丁政府 说爱立信击败的华为 跟Nokia 获得马来西亚 10年的5G的网络的 这些订单 总成本是26.5亿美元 但是就被说 有垄断不透明 而且这个进度好缓慢 结果安华上任之后 他就说承诺 2023年年底的时候 实现80%人口覆盖率的5G 然后要延审上届政府 5G的网络的计划 因为进度很慢 那就大家说 会不会用华为 给华为开了另外一扇窗吗 结果马来西亚的通讯的部长 也说 在5G议题上 不会受到来自任何公司的媒体 相关的游说的影响 但是美国开始 欧盟开始 真的有施压了吗 美国的驻马来西亚大使 布莱恩就说 要求马方坚持 他最初5G部署的计划 否则你就会面临什么 国安风险又来了 然后欧盟驻马大使 罗卡斯也说 马方卡对5G计划的任何改变 都会对公开交漂时的合约 产生负面和重大的影响 奇怪啦 那两家 Nokia 爱立信那些 那些是美国公司吗 不是耶 没有叫美国公司 关美国什么事就对了 对 关你美国什么事 你住马大使 就是不让华为拿到标而已 那你说欧盟讲讲话 还有点道理 人不为其天诛地媚 他为他的欧洲厂商讲话 Nokia是北欧厂商 这个都是欧洲国家的厂商 对不对 这里面在上一届的 马来西亚的穆西丁政府 为什么会被赶下台 很简单吧 贪污嘛 对不对 没有能力嘛 歪割嘛 那这种政府 美国勘结啊 爱立信 Nokia是什么问题 对不对 给他们的好处 撕给他们压 他就把这个标案给他 怎么可能透明嘛 我还没听过 马来西亚政府 做这种事情会透明的 我想太多了一点 那安法政府 如果聪明的话 要重新审视 我要公开讲 Nokia跟那个什么 爱立信 在5G网络上 根本跟华为 不在同一个档次 真的不在同一个档次 不要搞笑了 就像什么 就像说 那个韩国做的现代汽车 跟德国做的宾室 那种等级的差别 华为就像德国的宾室 那个爱立信 跟那个谁 他根本就是 现代汽车 韩国现代汽车 那种水平 差很多嘛 那你说一个正常的人的判断 还会不知道哪一个好 哪一个坏嘛 跟台湾有个特色 台湾早期很多的 那个通信公司成立的时候 本来也想要买华为的 一个交换机系统 没错 又好又便宜嘛 AIT又出面了 然后 又是美国了 对啊 台湾政府当然是美国的狗腿 是什么敢吭声呢 就下令不准买华为 哎呀国家安全 我告诉你买美买这个爱立信 或者是Nokia的网络 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更容易渗透了更厉害 对啊 美国最近才那个监听了什么 他的五眼联盟的 之前那个五角大楼 不是有密件泄密了吗 对啊 连五眼联盟都要什么 美国你给个交代吧 怎么连自己人都在窃听呢 以色列也被窃听等等的 那所以呢 到底谁才是有真的国家安全呢 值得大家深思 那尤其来看到是 华为啊 现在尽管被你打压 然后但是他的这个5G的订单数 都是维持91个都没有增加 不过呢 他设备出货量全球第一 那中国大陆呢 建成了5G的激励战 已经超过264万个 而且来看到 美国啊 就是看到5G被打趴了 就现在呢 比如说在美国推不住来 英国也在跟在美国后面嘛 之前呢 就开始说 我宁可赔20亿的英镑 也不能用华为 结果现在呢 因为要推5G 结果美国跟英国一起怎么样 一起变得好慢啊 那美国啊 他们推了一个叫OpenRain的 然后呢 这叫做无线接入式的网络 但是美国自己的这个 OpenRain的公司呢 关闭了 英国他也关闭了 所以搞了半天怎么样 我不能用华为 但是我的替代品 也没有跟上来啊 这方面真的 华为的技术先进太多了 美国其他厂商的 那个落后程度很多 OpenRain什么关起来 就是不好用嘛 难用又贵 对啊 就不好又贵嘛 而且更麻烦的一点 是维修 很多人可能觉得 维修没什么嘛 你要知道 在大陆 在台湾 你说哎呀 我的冰箱坏了 我打个电话 就有人来维修 在美国说 我家冰箱坏了 找人来维修 你就先排队一个月再说 那冰箱的东西都坏掉了 没办法 那你这样是 他维修系统都建立不起来 当然跟美国的一个特殊体制 是有点的关系 那比如说 很多美国人喜欢住在荒郊野外 很远的 对 郊区 美国人 我们中国人是群居动物 很喜欢自己家人 自己朋友 都住在附近 要打个电话打麻将 才找得到人嘛 咱们中国人群居动物 比较有感情 美国人喜欢 isolate 都是那种 那种什么 湖伴 湖伴什么 散计 跟湖当 跟狼 跟狼当朋友 跟狐 他们喜欢 自己很独居的 所以这种独居的现象的话 在维修系统上 真的是很麻烦 而且他们美国的维修的 那种劳工 劳力的调度 也真的很差 你才在美国看病都知道 有人说大陆 议案排队 我告诉你 美国连排队都没有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整体在运作上面的话 你要去维修一个 Nokia系统 或者其他Open Rain的系统 在这个美国的运作上面 简直是会让那些电信公司抓狂 电信公司服务人整天就接电话就好了 被骂惨了 感觉都关掉了 对不对 理由是什么 你技术落后 那华为就是容易维修 价钱便宜 效率又比你好 那未来如果拓展那6G跟卫星连线的话 有北斗卫星在上面 那其他的更不用讲了 对不对 你看美国哪一个电信公司 Nokia不是你的 爱立信不是你的 你干嘛 现在说要好好努力拼6G 那个叫做吹一种动物叫吹牛 真的又在吹牛吗 那个委员今天有两次吹牛 第一个是真的会介入南海的问题吗 美军的实力会不会有点吹牛呢 另外就是你要发展5G都发展不起来 你想要学中国大陆换道超车吗 会不会也只是吹牛呢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下载中天新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苏克兰化 右大陆挡台湾前置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